我们来到美国要吃点假虾东西不是那么太容易的 今天我就按当地我们很容易买到的食材 来教大伙的大家几样可可的 吃起来比较容易的假虾菜 包包子的主料为一斤夹心肉 辅料为白糖 胡椒粉 鸡精 酱油 色拉油 生姜汁 鸡汤 葱花 第一步 我们在一斤夹心肉里放入一勺半酱油 小勺为普通餐厅外卖塑料小勺即可 随后放入两小勺鸡精 一勺白糖 少许胡椒粉 以及两小勺生姜汁 最后放入10盎司鸡汤 以及老抽用于调色 第二步 顺着一个方向搅拌肉馅和辅料 中途继续加入第一次未用完的鸡汤 继续搅拌 直到肉馅把鸡汤彻底吸收之后 放入两小勺葱油 接着搅拌 中途反复注入鸡汤 接着搅拌 直到肉馅发泡 最后根据个人喜好 加入葱花搅拌后 完成包子馅的制作 包子馅的制作 采腹 cortar那个鸡汤 倒进了大牛肉馅做第一 Spider crystal 辅料有白糖、发酵粉以及泡打粉 首先我们用6两的低筋面粉 混入4两中筋面粉 以使包子皮松软筋道 接着放入4-5克的发酵粉 4克泡打粉 两小勺白糖放到一起备用 第一步,加水搅拌发酵粉、泡打粉、白糖 第二步,把第一步混合好的辅料倒入面粉中 加入6凉水搅拌,最终成为面碎 使面粉均匀吸收水分 第三步,把面揉均匀之后 放置两小时,等面充分发酵 在面板的表面,撒上少许干面粉 防止面团粘连 第一步,把面团竖切分解 揉成圆柱形 将面团切成小段 根据包子的大小,决定面团的大小 第二步,把切好的面团揉圆并压扁 随后,把压扁的面皮左手捏住 用右手搓动擀面杖 擀一下面皮,左手食指拨动一下 向内旋转一下 直到面皮旋转一周 擀好的包子皮最好中间厚 边缘薄 第三步,左手四指微居成凹槽 加入调好的包子馅 之后,右手拇指与食指拉起包子皮边缘 立起,并左手食指配合折叠包子皮 直到收口 捏紧由包子皮组成的口子 到现在,包子才算包好 在家里都可能活小 但是记住,必须的是水开了 上来气以后我们再放 在家里如果活小的时候 我们等的时候12-13分钟就好了 像是餐馆吧 它是火比较大,气比较大 一般下来整整8-9分钟就好了 好,我们就在撒笼了 点头 点头 在 键